我 陆总好 好了 请吧 陆总 这 来吧 慢点啊 你们在这儿等着我 就不用去了 终于为了 这个玩具 汇滚和 个小叶锦 干净 旁边的 也净 会 有 最后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五点了 我现在这样算下班吗 真无聊 也不知道这会儿大叔在干嘛呢 这两天那个鬼魂卷妃也不来陪我了 这个霸道总裁 什么时候能回去啊 陆总 好棒啊 又放了 陆总 这一会儿你都钓了三条鱼了 怎么全放了 我就是这鱼 明知道咬沟会遍体鳞山 可是为了生活 还是一遍一遍地咬 你是鲨鱼吧 凶残是险 陆总 你刚刚说这些话 听起来很悲伤 所以啊 我发誓 我不要再做鱼 我要做自己的鱼妇 所以就随便伤害别人 把其他人当鱼 但是陆总 我觉得现在的你做得已经很棒了 嗯 是啊 我以为自己是渔夫了 可其实我还是一条鱼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要被人从水里拽出来 这样的生活 永无止境 我就是来干这事的 让你原形毕露 陆总 陆总 你的话让我想起一个人 什么人 一九零零 犯人吗 是电一个门一个主角的名字 他没把没妈 身在船上 长在船上 他的琴弹得特别好 每次船随着风浪翻滚的时候 钢琴都要随着滑动 他就随着这个滑动弹琴 一点都不会受到影响 那你说的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没什么关系 我就喜欢你们的一句台词 妍妍的城市 应有尽有 却唯独没有尽头 继续啊 路上的人都喜欢寻根问底 虚度了大好光阴 冬天忧愁夏天的珊珊来迟 夏天则担心冬天的到来 所以他们四处游走 寻找着一个遥不可及 四季如下的地方 我并不羡慕 有点意思 还有呢 还有一个我最喜欢的台词 那世界好重压在我身上 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难道你永远都不会 感到自己在无穷的矛盾中 害怕到恐惧吗 其实我们经常说这个世界好重 我们要每天的不停地工作 不停地好好生活 然后你还是什么都做不了 每天都要挤公交挤机铁 我还要面对主管的臭脸 我经常觉得自己快要崩溃掉了 都是这么过来的 年轻人吃点苦 倒没什么坏处 不过要是有人欺负你 一定要告诉我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告诉我 陆总 我不用啊 我真不用 我自己衣服得了 我没问题 那后来呢 后来他死了 船沉入大海 他死活也不下船 他就和船一起沉入了海底 真佩佩这些搞艺术的 就一定要死吧 搞艺术的怎么了 你看他啊 他在海上出生 在海上生长 大海就是他的世界 他可以主宰自己的人生 这叫人物的心理逻辑 那你说 那他如果上了岸去了一酒吧 当了一乐手 太不浪漫了 光是想着这结局 我 我 我心碎 那还不如死了算了 好吧 回头我也看看那电影 了解一下那个你所谓的浪漫 你 你还是别看了吧 你看也看不懂 别浪费时间 我还没看你就说我看不懂了 你是个人一点都不浪漫 我怎么不浪漫 你浪漫吗 好吧 我承认 我不喜欢浪漫 相比之下 我更喜欢刺激 刺激也是一种浪漫 刺激也是一种浪漫 你看啊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冲浪 蹦极 喜欢那么多刺激的运动 就是因为刺激 情感方面比如私奔 复仇 说起复仇 我是有同感 每当我看到我的死敌 被我打趴下 躺在地上狗烟残喘的样子 我就很有快感 很有成就感 很开意 然后我会喝得酩酶大酥 能让自己浪漫起来 可能这种浪漫 你是体会不了 你怎么知道我灵性不良 那你也有死敌 你也会复仇吗 当然 那你一定觉得 很憋屈 很压抑 我经常觉得很辛苦 很压抑 我心里很憋屈 就是压抑 他是谁呢 没准我可以帮你 不用 陆总 这件事伍弟要亲自解决 你也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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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